明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倫永諒聊天 她11月尾會在西九戲曲中心開兩場演唱會 到時她會否釋自己音樂人的身份 而且會與不同樂手合作 倫永諒在美國攻讀音樂回香港 但因為風格太前衛怪雞 曾經要由幕前變回幕後 幸好遇上黎小田 梅艷芳 林憶蓮等 願意幫她一把 幫她定位做有料的鋼琴後的人 重新再出碟 拿獎 做音樂總監 我們聽聽這個音樂人是怎樣練成的呢 我記憶中是三四歲時我彈 因為我哥哥我姐姐他們都彈琴 但他們又是沒有什麼心機 反而我有心機 他們彈完之後 我真的會自發性地走回那個琴 我會彈回他們 剛才彈的東西 可能不是很深 我印象中最深刻是 有些莫薩塞特的名曲 記得十二歲時 他和我找了一位先生 那位先生是很好的 一直不斷教我鋼琴和樂理 不斷和我解釋很多不同作曲 我由他們的風格 我由這樣進入 你也是名校 那莎莎 那是讀書很厲害 我由小三到中學中三 我都很厲害 以後我發覺在外國 我學音樂原來是另一個天地 你可以學到西洋音樂史 歐洲的音樂史 我們在香港沒有接觸過 再深一點的樂理 編曲 香港也是沒有的 在大學畢業之後 很奇怪 可以說是坐兩三個月 到處找工作 都找不到 我想教書 後來我發覺做音樂 最好是教書或是教琴 教琴在大學有教過 我有一天很記得 我和我哥哥在美國 他住在美國 我們在看黃業分類 美國有東西叫Yellow Pages 專門幫人找工作 結了一行經理人Agency 那裡有很多人說 你想不想幫人彈結婚的婚禮 香港真的沒有 那時候真的沒有 百多年的時候 我告訴他 一個禮拜後 他叫我 你是否認識彈 認識 你不認識唱歌 都認識 就傳我去一間很高級的餐廳 真的很高級 每晚在這裡自彈自唱 四個小時 九個字 然後十五分鐘 很開心 那是第一份正職的歌 那時候一百五十元美金一晚 即是香港一千二百分一萬 如果成三十 即是三萬多 那時候是非常好 我自己可以租到一個 一房一廳的小天地 我很開心 於是 我就做了三年 有兩位太太 很明顯 他們是穿蠅 我那時候彈琴 彈琴 我會跟別人社交一下 你叫Homa How are you 他們兩個太太 很友善 我跟他們在聊天 我不知道怎樣 有人在後面 這個就是我烏龍的東西 真的很壞 我到今時今日都嫁不到 有位侍應 他拿著兩杯啤酒 我便一掃 把啤酒倒進去 他們的主題 我又沒有聲音 他們倆又沒有聲音 頓時間 本來跟我很開心地說話 就變成 雙方都不知道怎樣 我不知道 我走開了 我那時候在底特勒 即Detroit 是Motown的家 底特勒很有趣 他根本是一個音樂之都 在我的區 叫做Warehouse District 即是工廠區 但工廠區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夜店 酒廊 餐廳 很多高級食府 都在那裏 譬如有一些地方 比較up-up 離開了少許 有一兩個老的伯伯 穿了Tux 在彈 大家的鋼琴很古老 他們兩個又很古老 我看到他們已經彈得很慢 還有很多錯 在那裏想死 我真的不希望 我日後會彈Piano 一直在Piano Bar發展 我不想 1986年 我回來探望媽媽 那時候努力新年 認識了一些朋友在香港 你認識自彈自唱 你不如回來香港 我們認識一些唱片公司 介紹你進去吧 所以回來 我出了第一張唱片 就是這樣 第一張唱片 那些人都覺得怪怪的 就是怪雞有角色 我現在聽回都很怪 還是你本身的角色 就是這麼怪怪的 不是 當時真的不覺得是怪的 後期我在Destroy 我有一隊樂隊 有四個人 我們真的賺錢 一個星期四、五、六 晚上有四個套 就是我們一起去堆砌這些音樂出來 還有有很多地方怎樣唱 因為我唱的是中文 如果是怪的地方 我不會說是怪的 我覺得他走得太前衛了 因為那些音樂系的風格 都不同當時 就是香港市場的風格 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製作的聲音 我們用的是香港時沒有那麼流行的電視音樂 那時已經有兩、三部Synthesize 我和朋友經常在家裡 我們四個人經常在製作 其中有些音樂 就是我們三、四個人一起製作 所以幾是洋化一點 有一個轉捏點就是你參加ABU唱歌詞 潘光佩怎樣為你 我出完第一次唱片 因為潘光佩是商業電台 其中一個高層的兒子 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 他有一首歌用歌詞入了決賽 他說我很想你唱 我問他為何會找到我唱 他說我聽過你的音樂 你唱得很西人 可能很適合那首歌 我肯定他會付五千元 我演唱費 我不用想 唱一首歌五千元 大家研究到一個 我當時是不打不撞的 徐友勤給了很多鼓勵我 你最後去盡點 我有限公司 我要學的 我即時即興唱了那段Eclipse 就是這樣 其實完全是 大家好像沒甚麼計劃 我還記得很開心 那個Price的冠軍是三萬元 潘光佩就給我一萬五元 更重要的是 在比賽之後 華昇看中了倫永亮 和她簽約 她因為這樣 認識了華昇大家姐 回艷芳 阿妹給了她一句很重要的忠告 我第一次見阿妹 我完全忘記的地方 但她的情形很記得 我們喝茶 好像是吃午餐 之後我們一起出席 可能是 華昇的 有草猛 他們叫做草猛仔 還有一些華昇的歌手 我又忘記了 可能是有胡偉康、蘇永康 和華昇一些廣告 阿妹來到 我是最新的那個 每個人都在吃下 又看我 阿妹坐在我對面 吃到大概半個小時後 其實男生在台上不用怎麼動 我聽到我真的接收到 她之前認識我 她可能看過我想 愛上無限千方 嘩我 看完之後 或者覺得很害怕 我自己 我都不想看花 不要看 但之後 大家當然很開心 又談又談 她又發覺我認識很多 六、七十年代的國語時代曲 認識時有些南平晚宗 因為我小時候 我媽媽又好聽 所以我認識 她又認識這麼多老哥 你一個年輕人 我知道你有張珍藏的相片 阿妹穿著衣服是怎樣認識的 是呀 故事是怎樣的 那次出埠 接著我們就有藥乾人 不是很多人 十個人八個人 我還記得在哪裡簽 就是Kota Kinabalu 就是三巴 很多人在那裡 倒流兩天 住回那間酒店做 有些去滑水 有些去潛水 我陪阿妹都在游泳池那裡坐 因為只有她一個 各個都那些朋友 全部都離開去玩 只有她一個 她就在那裡曬太陽 我們兩個在那裡聊天 接著我又拍她 她又拍我 我都有很多肉 我看回來 死了 難怪她叫我不要在台上跳舞 接著我拍了她 她說 我告訴你 這張照片 是任何人都不見得 看到你們就死 我又很記得 很尊重這張照片 那張照片 現在是在我的琴房裡 一旦是阿妹 她介紹佛教 這個信用給我 我未認識她 那時候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回事 我經常以為是拜神 有一年和我出佛登台 她坐在我旁邊 她說了五、六、七、八個小時 從頭到尾告訴我 佛祖是怎樣 我很興趣 我覺得完全不是那件事 原來她對佛理很了解 林永亮在華星 遇到過事業上的挫折 因為歌露捉不到樂迷的口味 要由幕前退到她做幕後 低潮的時候 林憶蓮、林振強等等 都幫過她 是阿小前 也很感謝她 她給我很多機會 那時候她是她監製 阿小前很友善 她每一個歌手開碟 因為掌管華星所有歌星 誰什麼時候開碟 她計劃好 她每次誰開碟 她都會叫我 你有沒有時間 我當然有時間 你跟她寫兩首歌 很好 我寫六、七首都不肯 那時候我自己 那些唱片又賣不到 我想一下不行 我不可以繼續出唱片 公司也沒有什麼意欲 跟我再繼續出唱片 但公司仍然對我很好 譬如阿妹出唱片 誰出唱片 小田會問我拿歌 我真的有些歌 又很幸運 例如烈焰紅唇、無女之旅 一目傾情 那些又會顯得出來 例如羅文 什麼都爭 呂方有每段路 其實這些就是 可以說制遇的問題 我想起其實做每一件事都是 你剛好在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環境 你認識到有些可以幫到你的人 其實這些就是機會 那時候可以把握機會 人家叫你寫歌 你不要一個月後才給歌人 人家都已經錄完唱片 要出了 你要把握這些機會 若干完之後 你會覺得是感恩 你也懂得要感恩 他們幫助你 華車唱片公司 可能是比較合適做偶像派的歌手 就是阿妹、張國榮等 剛剛等著我這個 非常之不偶像的歌手 如果我是香港 某一間公司 某一個監製 可能都不會懂得怎麼擺位 Position 所以我很多謝一個人 到今時今日 我很多謝林振強 他寫了一些比較靜態的歌 他私底下也有跟我說 不要在堂上跳舞 鋼琴後的人 你看到那個封面 你會覺得 這個人可能不會懂得跳舞 這個人懂得彈琴、作曲 他幫我定了一個位置 你看到我 我就不知道我是什麼 而比較應該是 Eric Clapton 即是Alton John 我又做不到Alton John 那些那麼勁秋的 即是那些化妝 或者是 我做不到 鋼琴後的人 唱片封面 甚至借家給你拍 因為他家有很多花 花瓶 又有些好像很古舊的椅子 後面有些圖案的椅子 所以他拍得很好 多久沒有見過林憶蓮 林憶蓮都有半年 應該是未到農曆年的時候 他很友善 他聘請我吃飯 他聘請我吃飯 經常都是搞很多事 不變肥豬 不可以的 我要很小心 我想不是的 每一個人 就算你不是歌手 你做生意好 你一定要有一段時間 給自己 你自己都需要休息 一年三百六十五人 我相信他們這班 唱得那麼好的歌手 他們想要接工作一定有 但是問題是 人真的需要自己的空間 有一些晚上的自修校外 自修課程 我選讀了三四科 是關於佛學的教學 比較深奧些 去到中心上去 用Zoom 一些HKU的課程 不是每一星期 一星期兩晚 在家裡聘請 原來又要做功課 又要寫文 是有幫助 我真的不行了 有些事仍然很深奧 有一方我拿D 不講話 師生會鬧死我 C減 都幾低 但其餘有A的 是否陳潔玲介紹你 是否陳潔玲介紹你 他很厲害 他很有意志 和他的領域很高 我真的不夠他聰明 其實我先介紹他 但我自己就縮生 因為我後來看到課程 都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如果你要動色 很多理論 你真的要花時間 去看多一些書 那時候我跟了常林師傅 去學習打坐 不是要一對一 我也是去上網 這也是一個好的收穫 那時候 這兩年開始修練琴 以前是需要演唱會才修練琴 不停演唱會 然後就走 然後就比較有心思練 練琴是很閒的 練習時會看出手指 為什麼會這樣動? 一直想是否動錯了 有很多理論想到出來 有聽新的歌嗎? 有聽誰? 張天芙 MC Very Good 我喜歡馮允謙 我很喜歡他寫的歌 但非常難唱 也不只是人類可以唱 五個套位 怎麼唱 但我很好 真的很喜歡他 彤倫永亮做這個訪問 依然感受到他藍板開心果的性格 梅艷芳等很多巨星背後 鋼琴後的人是這樣成長而來的 最後想問他 假如有機會約一個人喝東西聊天 他會約誰呢? 如果我真的有機會選擇去訪問 或者跟某人對話 我一定是希望能夠跟佛陀聊天 而且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夠給我很多啟示 因為我有時發覺 為何我們會做人 為何我們在這個人生上究竟是做甚麼 除了我們自己去找這些答案 在這條道路上 有時真的需要一些得高望重 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權威性的人物去引導我們 當然最好的人 可能不是我親身的師父 可能不是我所認識的很有智慧的朋友 一定是佛陀 不然這是我本人的師父 習慣了 生活的女生 生活的女生 是 爸爸 你 爸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